已经近日三期的保理事结构 刷出现行政不良 无法度开轨结构的减充 出众控的事结构 在部的民族将近200公斤 知道全部都是来自一间群羊羊 农民就关于说 咱们是知道出问题所做的事 因为受害民族相当的担 严重影响到农民的受益 农民向离开马文军来 兴致在马文军下吹来 农区和农区所的专家 实际会缺 先找出到问题的原因 各在研究 也会受到处理办法 就都也没有测芽 就像这个竹顶嘛 我们在说的竹藤 测芽现在才长出来 然后测芽也都没有花包 别家的种苗 他现在同样日期 今年11月17千 现在就都 每一条银就都有花包跟工艺 同一片四季狗群 用无间间夹才买来的知道 四季狗群众差别是天下地 这位老农民七八家地 都买同一间业者的材料 结果完全生意买出来 顺势非常残档 阿龙没充斥这样买了吗 不然怎样赌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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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最重要的 因为百姓狗是我们保理 我们大白顶 这一个重要的生物 我们今年 这个财量如果有这样的问题 明年后年同样 你如果没找出问题 我们希望说 今天除了解决我们农民 今年会修行 顺害以外 也希望说 我们政府可以提供 更好的一些主案 受到影响司机构 向众近200公斤 老农民怀疑 涉及这些材料有问题 留意马文君找来农委会 跟农七所订单位 实际会计 也跟农民协商 研究厚确处理方法 农民一张材料25元 你今天购买25元 我购买25元 我财政安分贵料 管理 民事身份 百姓国身份很专门 你跟我今年 我同样赌到4个月 今天这个机会 第一 责任移轻 以后我们开会 能够做清聪 后面要我们的保障联名 大家农委很高 以前真的没有像青年 发生各种状况 那么严重 其实就是拿他的材料 大家都赢钱 我总共有拿三支材料 三支材料 两支都没什么状况 就有老生的状况 很严重 我们的状况 我们的状况 有很多 我们的状况 不要说 最有专家的状况 尤其是老人 让他们找出的方法 共同一个状况 这是要带回去验 对我们要带回去检验一下 做自己分析 土壤的 还有这个DNA的分析 还有病毒的分析 到底是材料出问题 也就是因为企业 土壤 栽培管理出问题 农委会表示 中单台减严结果出来 再做判定 以现在来讲 我们可能会做病毒的检测 土壤的分析 跟植体分析 还有会做基因的分析 去看看他有没有变异 是不是肥料使用上面的问题 这些问题 然后跟 气象资料佐证看看 我们是希望说 可以一次把问题解决掉 我们希望说 把这个责任 做一个厘清 后续等责任厘清了以后 那我们会再协调 就是说 如果说是种苗的问题的话 我们会协调看怎么样 让种苗商跟农民 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协议 那如果说是因为气候的关系 就是包括二三月气候的关系 那农委会的这个部分 我们也会来想办法 看看说 用什么样的方式 能够来协助农民 尽速的这个背部生产 保理生产的事结果 在背面接到三両 都是全国第一 这次受影响民族 将近一半 顺势非常参严 人民要求 农民找出原因 后来如何保障改革问题 也希望政府拿出办法 记得公司导致联鸿報道 字幕 EBITDA ar füh,